我這次來到美國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 就是要來找我的好朋友GIN 他是美國的SYM總代理 當然他也在美國自創品牌 用SYM的產品請他們委託生產 做一個Lens的品牌 好那我們現在就去找他 嗨GIN 嗨小薰 嗨 歡迎 來 謝謝 就是突然發現說懷孕了 那時候是幫人家上班做會計 就想說額外做一些小生意 可以看你們補貼一些哪一份錢 那時候剛開始做是做一些禮品 我跟那個買家他開始進一些 玩具的汽油的小型摩托車 那時候叫Pocket Bike 賣東西就越賣越大 就變成說小朋友的越野車 就慢慢越來越大 變成說是成年人的 到最後又接觸到這個機車 怎麼跟SYM這個品牌開始搭上線 怎麼合作 我們剛開始都是做那個中國產 那中國產業在大陸就是有一個廣教會 製造商都會在那邊 就認識 我去的一年 就看到有SYM的攤位在上面 那我是台灣人 我就熟悉 我就覺得怎麼SYM會在 中國大陸的廣教會這邊擺攤位 那時候是就是跟那個副總 就聊得很投緣 就這樣一起合作 所以做到現在做多久 20多年吧 我們2004年成立 2004年10多年 16年 我記得你公主講五歲就來美國了 對五歲來美國 每一兩年還是會回去 所以就是回來台灣 看到路上很多山陽的車 對 而且自己也是喜歡車子 中文是怎麼學的 中文啊 中文我剛好大學的時候 有回去台灣一年去念那個國語日報 喔是喔 從那個第一個課本 撥撥撥撥開始 我那時候騎野狼 所以你那一年在台灣騎我 我在台灣買野狼125 很巧喔 有沒有野狼 那時候就對台灣很深刻的認識 從我們成立啊 都是一路一路衝一路登天 當然直到08年的時候 08年前面還不錯 因為那個油價非常高 我們那時候在美國這邊 一加輪 算是一加輪 有高到快五塊美金 那在那種情況之下的時候 我們美國人喜歡 比較習慣開那些 八缸的大卡車 大排氣量的車子 大排氣量的車子 所以你如果買一個 像我們這種的機車的話 你可能省三個月的油錢 你就可以換一台機車 所以我們08年前面的生意非常好 直到碰到那個金融危機 那時候就滿大的一個下滑 我們最高峰的時候 倉庫五萬尺 就是我們現在這邊的三倍大 一年初超過一萬台 我們公司員工就30多個人 從這樣子一瞬間就說 怎麼再從那個谷底 這樣再慢慢再想 你就是這樣子 一直一步一步這樣爬起來 但那時候也是剛好 也是我們的轉類點 我們那時候08年的時候 就是做大部分都是做那個 中國企產 產業座 對 比較平價的車子 那也是那一年剛好08年 都違認識了下行 下行 對 就想的話 這個下行的車子 山陽的車子 品質比較好 那我們大家的理念也比較相似 我們就做一個完整的一個轉換 那時候美國其實山陽已經有代理了 但是那家代理 就是碰到08年 金融海下金融危機 就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他們的倉庫失火了 所以美國就有一段時間沒有經銷商 那時候我們就是剛好已經有跟下行合作了 那說不如我們就 我們也一起把山陽帶進來 繼續山陽在美國的這個品牌 08年真的是滿有趣的 前面大起 後面大落 但是又找到新的夥伴 所以那一年應該算是最有趣最豐盛的一年 那就是為了我們一直不斷的想要進步成長 我們才走到這一步 我們那時候很多的 美國當地的一些供應商 他們的服務 零件 這一方面都做得不是很到位 到最後就想說 不如我們自己來跟工廠接觸 自己進貨 我們可以控制裡面的零件跟品質 白手起家這樣蠻不簡單的 對 一路真的都是遇到一些很好的一些朋友 沒有他們也不會有今天我們的成就 那這是港口收到我們倉庫 收到這裡再出去了 對 我們在批發給我們的金銷商 所以這都是一台車一台車啊 對 都已經大部分都組裝好了 只要裝上一些後照鏡 他們現在會打箱子喔 對 台灣的國內的部分 他們只是拿車子拖 但是我們這個要運海外 他們就會打箱子 這裡有700到1000台的庫存 大概是 多久 一季 沒有啦 如果說是按那個旺庫算的話 就是3月到6月 700台大概是兩個月半的庫存 兩個月半的庫存 所以每兩個月我們就會清一次 所以挑這些車子都要很準 對 你訂的時候要訂得準 廈門廠的 對 幫我們貼牌 但也都是SYM的車子 所以工廠出來幫貼你們的牌 所以其實也都是SYM 其實都是SYM 廈門廠 那我們剛好這樣做也是不錯 也是有一個區隔 就好像那個Toyota跟Lexus 那Lexus比較高檔 比較豪華 那我們就是留給SYM SYM車台灣出的 所以在美國市場 SYM算是比較高級的品牌 對 因為台製的出來的品質 跟價位都比較高 那的確是比較好 那那個中國廠的 那個價格就比較優勢 我們的客人都知道 我們Lexus也都是SYM的車子 車子上面都有刻一些SYM的標 像這個都是大台的 對 像這個肯定是300 它包裝比較大 那300有什麼人在買 大部分是上班族用的 那這種人可以上高速公路 所以美國是多少CC以上可以上 其實150就可以上了 150 但是我們不建議150上 因為美國的高速太慢了 但是法律規定是可以 美國高速真的很快 大家一上去都開大130 130公里 公里 英里大概是90 80多 對 差不多 80多 然後直接出到加州 這是台灣貨 你會聊一聊SYM 產品在美國方面消費者的評價 SYM的品牌的名聲 在美國是非常好的 大家都知道 以前有跟本田合作過 大家都知道 最少我們這個行業都知道 譬如說我們的經銷商 我們經銷商都知道 知道說SYM是台製的 台灣的品牌 而且是非常好 有跟Honda合作過 現在又是做現代的車子 主要的competitor大概有哪一些 哪一些 現在美國只剩大概有五個 五個competitor 2008年之前 我想應該50個以上都有 光陽是其中之一 PGO Genuine 還有我們SYM 還有一兩間比較平價值 平價的車子 那光陽也有經營 也有在經營 他們其實蠻早就進入美國市場 所以他們是直營 他們是直營 剛開始不是 剛開始是獨家 但是前幾年 很像七八年前 他們有把公司賣給台灣光陽 所以台灣光陽現在是直營 這幾個品牌的share 你可不可以跟我們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不分上下 可能就跟台灣的 山陽光陽三葉一樣 各個都差不多三分之一 那你覺得在美國市場 SYM的競爭優勢在哪 就是我們的服務 跟我們經銷商的關係 我們怎麼招待他們 他們有什麼需求 我們的反應的速度 還有我們怎麼去幫他們解決問題 我們如果經銷商有問題的話 我們零件如果沒有在我們的零件部門有的話 我們會拆新車子 為了去符合客人一個更快的速度 那很多別的經銷商比較不願意做這一段 因為這個會影響到你公司營業的一些庫存跟你的利潤 一台新車拆了一個零件等於 那台車就不能中 爆肥了 所以我們就會去幫客戶做一些這種的一些動作 對我們是以這種方式去取勝 我們早期也還是會 車子都運出去給客戶這些 我們還會拆箱 就是再檢查一遍 沒有什麼刮傷 做PDI 做PDI 對有時候還會 就是會插在那個別的電瓶上面 看看一些電路有沒有 有沒有什麼瑕疵 所以我們都會去做一些這種動作 所以客戶收到的時候 都是比較一個完美的一個狀態 那接下來有沒有什麼期許啊 或者是希望啊 你是希望能把SYM在美國做成 如果能跟Honda有一天能做到這個夢想的話 是最好 其實SYM應該很有機會 我是覺得很有機會 尤其我們看到SYM每一年來設計的一些新款車子 DRG FNX 哇這些車子都是很牛的一些車子 好幾個同事都買 都買山陽的新車 尤其最近這一兩年 出的車真的很漂亮 我是蠻希望的 哪一天有這個機會 能展現一些SYM頂級的一些產品進來 那可能要我們原廠 都給我們海外的代理商多一些助力啊 多一些支持啊 多一些支持 美國市場還是車子儀為先啊 汽車還是比較主要的市場 所以我們做這個 雖然現在市場市場比較小 但是我覺得蠻有潛力的 蠻有潛力的 尤其我們一些城市裡面 他們一直在成長 擁擠密集度 停車 都會越來越困難 美國也會面臨這個問題 也會 所以我覺得我們對未來蠻有期望的 蠻有機會的 做為一個台灣人喔 其實大家可能不知道 我們來看一下Jim的手機 他的手機喔 他的底圖 就寫了兩個字 台灣 很高興 我很高興啊 我也覺得很proud 很榮耀 我就是希望給他發揚光大 真的希望你越做越好 來 謝謝 來 謝謝 謝謝 謝謝